美国商务部2月28日根据527亿美元的芯片法案 启动了半导体制造业补贴的申请程序 同时提出了旨在推进拜登政府一些优先事项的条件 如工作团队多样化以及使用工会劳动力 企业可以从即日起提交申请兴趣的声明 预申请流程将从今年3月底正式开始 提交完整申请的流程则会从6月底开始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说 芯片法案扶植美国半导体制造 将让美国国防部能确保取得货补助工厂生产的尖端半导体 这也确保美国业界能供应军方 现代武器系统所需的先进芯片 另一方面 据知情人士透露 拜登政府正在考虑撤销向美国供应商发放的 向中国电信设备制造商华为技术有限公司销售所需的出口许可证 这是出于国家安全考虑而更广泛收紧技术贸易的举措之一 美国政府此前曾表示 正在考虑不向高通公司和英特尔公司等公司发放任何新的出口许可证 这一行动将涵盖使用先进的5G技术的产品 以及旧有技术的4G产品 美国众议院新成立的中国问题特赦委员会 2月28日举行了首次听证会 概述了其认为的中国对美国利益和价值观构成的威胁 该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呼吁两党议员通力合作 共同对中国采取行动 并将中美之间的竞争形容为 一场关于21世纪生活将是什么样子的生存斗争 批评人士认为 该委员会与这场听证会只会加剧中美紧张关系 有智库政治分析师认为 该听证会将对美国总统拜登施加更大的政治压力 迫使其采取更强硬的对华立场 此前 拜登一直强调 希望与中国进行一定程度的对话 制药巨头李莱公司3月1日宣布 从今年第四季度开始 其最畅销的两款胰岛素产品 Humanlog和Humanling将降价70% 李莱还将其非品牌胰岛素的上市价格 降至每瓶25美元 今年5月1日起成效 将是用餐时间服用的最便宜的胰岛素 此外 从即日起 李莱公司还将计划将有商业保险患者的自付费用 限制在每月35美元 没有保险的人可以登陆官网下载 李莱胰岛素价值计划储蓄卡 以每月35美元的价格获得李莱胰岛素 3月1日公布的数据显示 德国2月调和CPI出值同比上涨9.3% 大幅高于预期的9% 前日 欧元区第二大经济体法国和第四大经济体西班牙的通胀数据也超预期 由于食品和服务成本上涨 法国2月调和CPI同比出值上涨了7.2% 创历史新高 欧洲最新的一系列通胀数据表明 欧洲央行的加息之路或许远未结束 同时 美国最近强劲的就业和通胀数据公布后 美联储官员呼吁5%以上的利率保持到明年 今年投票委员会不排除3月加息 50几点 美股继续大跌趋势 2月28日至3月1日期间 伊朗一些女子学校连环遭受疑似毒气的攻击 造成100名以上学生送医救治 在周三发生的最新疑似攻击事件中 至少有10所女校遇袭 其中7所位于西北部阿达比尔市 3所位于首都德黑兰 据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 阿达比尔的事件造成108名学生送医救治 不过他们情况还都稳定 法斯通讯社引述家长的话报道 安全部队已逮捕三人 这是女校遭遇疑似毒攻击以来 首次传出有人被捕的消息 从去年11月以来 在伊朗多座城市里 30多所女校接二连三的发生了类似的中毒事件 三个月期间 伊朗各地女生已传出数百起呼吸窘迫症通报 一名政府官员指出 这样的事件可能是为了迫使女校关闭 请不认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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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